Professor 在每一年E3 中的發佈會 可以說是期待度和回報率最高的廠 今年也不例外 雖然開幕都是把自己的老闆變回VR的版本 那些什麼差無印DOOM、Fallout4的VR 但他們都很聰明 因為是不用PSVR這些低清廉的VR玩具 而是用HTC 的VIVE 不用到時為了遷就PSVR又剪這件又剪那件 好像整個外傳出來欺騙人買 而是驗證明信把整個遊戲完全地VR化 雖然說VR也很棒 但其實對於大部分玩家來說 有點及單機那麼親民 最近幾年歐美這麼多卡遊戲面世 Professor 都不輸涉 立刻整個上古卷族Legends Heroes of Skyrim出來 在6月29日就是iOS、Android和PC上應運 相當快手 說回玩法也是跟老闆差不多 都是要選一個人物做召喚主 召喚怪獸護片 有空放下魔法之旅 不過上古卷族又怎只得一隻卡遊戲那麼簡單呢 萬眾期待Skyrim的Switch版也有公佈 今次可以用林克的Amiibo做聯動 裝了林克去冒險 又可以玩他的體感出刀 又可以用盾來擋 都算是任味十足 唯一的差評就是不說什麼時候出 分分鐘又要等兩年才有得玩 接下來都是他旗下二線的單機作品 分別有Dishonored Death of the Outsider 這就是系列的第三集 玩法上就不會大改變 仍然都是玩潛行 和二人暗殺之類的 沒什麼好說 新作Quick Champions 都是類似Overwatch的槍遊戲 吃電競的潮流用 講到明會搞比賽 但好不好玩 自己上Quick.com下載Beta Wofenstein 2 The New Colossus 和上集一樣 都是說架空世界 故事背景說回二戰是由德軍勝利 今次你就是要做反抗納粹的義軍領袖 救美國賣背景故事的第一身槍遊戲 沒什麼好說 最後當然是嚇死人沒命賠 由三上真司操刀開發的The Evil Within 2 玩法和上集沒有變 但恐怖遊戲的東西 其實都是想看看他有幾嚇人 玩什麼真的沒什麼人管 今次故事的主角又是Sebastian 但是不是查案 而是入個惡夢裡救回自己家人 但到底遊戲會不會和上集一樣斧頭蛇尾 最後變成Happy打槍遊戲呢? 今年10月的黑色星期五直播 告訴你